去年的疫情就是 雖然人數沒有那麼多 但是因為delta基本上 中重度以及死亡的比例 比現在高出非常的多 那的確在傳染病防治法 就是說因為基本上 我們有五類的法定傳染病 那第五類法定傳染病 其中包括現在的這個新冠疫情 新冠的肺炎 那就第五類基本上 很多東西是要依照 我們的中央主管機關 指揮中心的公告為準 那的確 如果是第一類法定傳染病沒有問題 就是24小時火化 那我們的法律常常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輕重吧 覺得重的寫在前面 輕的寫在後面 所以如果根據剛剛這個 這個指揮中心所公告 就CDC他基本上後面的說明是禁數 但是以去年來說 的確我們在實務上碰到 就大家禁數都會比照上面的24小時 所以那個時候只要碰到重度的 只要這個人被確診了 他PCR是陽性 我們在急診第一線通常就會把 家屬召集過來開一個家庭會議 就會告訴他後面的情況 因為過去有發生過類似的情況 也就是一旦進去了 ICU加護病房最後就不治 不治死亡之後 實際上就是他在急診的最後那一面 那個是真的是最後一面 因為他再也見不到這個親人 他就在短暫的時間 應該是通常是24小時內火化 那以目前來說 但Omicron基本上是 已經變得比較輕症居多了 當然在醫學的專業的看法上 應該會覺得這個部分不需要去 這麼嚴格或許可以放鬆 那法令上大家希望更明確 因為當講到禁數的時候 大家都會覺得說我違反傳染病 對傳染病防治法 基本上還是有很多處罰的規定 那所以呢如果更明確 那在這個醫療機構便宜 這個我要說明一下 我特別去問了我們臺北市衛生局 跟殯葬處 我說到底有沒有強制要求 這些什麼就是確診零難的這個病人 他要20小時之內火化這規定 他們兩邊都回答我 沒有絕對沒有這個事情 我們絕對不會強制他20小時之內 一定要火化 但是我們會盡量的勸導他 趕快火化 不只是他們包括連兵彈 他們都會強制的 一直不停的勸導你 應該說危險等等的 對 工作人員的安全 對 他們都會這樣做 所以我要說當然 畢竟這傳染病人會有疑慮 早點火化給我們理解 怕傳染了 對 但是如果你在家屬 真的心裡希望能夠 稍微拉長一點時間 超過24小時是可以的 其實說這整個時間拿捏 我覺得還是要抓一個 比較好的比例是比較安全的 可是我也覺得非常奇怪 因為這個新聞真的 在蘇一峰醫師提出來之前 當然不是發生第一次 我們就已經看到好多的家屬 都是在講說 見不到 見不到 然後就要火化 你看基隆兩歲的那個小孩 也是這樣 爸媽都被隔離 然後小朋友要火化了 他們連後事都不能幫他們處理 那個不是二次小的關係 那是因為矩隔的關係 對 都是 他說不但是他自己被矩隔 而且小朋友也要很快的 處理後事 所以他們怎麼都沒有弄 陳時中怎麼到現在才講話呢 不是 幾個可能 第一個就是說 殯葬業者跟醫院也希望快 沒錯 安全 他就是一直不能說服你 去做這個事情 另外一點呢 就是剛剛副院長講的 因為你大家都很怕 組合中心處罰 處罰都很重的 所以既然你說警數 什麼叫警數啊 對不對 你這邊24小時 這邊警數 趕快 那就比照辦理吧 就是比照 就趕快比照了 那今天因為這種事情越來越多了 他說我沒有一定要求等等 我相信到落實到執行的 他還是希望你趕快把 二十小時 三十小時 最好就燒掉了